如果自己最亲近的人被害 你最希望用什么办法来惩治凶手 一命抵一命虽然很痛快 但是并不能解心头之恨 接着跟大伙聊一部荣获第82集奥斯卡金像奖 最佳外语片奖的阿根廷影片 迷一样了双眼 本杰明是一位退休的检察官 在他担任检察官的期间 有一件25年前的凶杀案始终令他耿耿于怀 当年由于一直破不了案 他的同事便找了一个外来的移民顶罪 那个年月司法腐败的厉害 案子最终不了了之 退休后的本杰明成为了一名作家 目前他正在写关于那件案子的小说 那是在1974年的6月21号 大眼哥跟自己的未婚妻莉莉安吃完早餐就出门了 之后莉莉安在家里就被凶手给监察了 女法官艾琳是本杰明的上司间同事 双方都对对方颇有好感 本来可以有情人忠诚眷属 但阴差阳错 两人终究还是分道扬镳了 虽然他们没能成为一家人 但两人的那份感情依旧存在 本杰明至今还清晰的记得 爱琳第一天上任时的情景 这位戴着小红帽 笑起来能迷死人的女人 成为了本杰明等人的新领导 莉莉安被杀之后 本杰明和警察很快就赶到了现场 凶案现场的惨状 令本杰明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个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女孩 本该有一个幸福的人生 但此时此刻却惨死在了冰冷的地板上 随后警察和本杰明 找到了莉莉安的未婚妇大眼哥 但大眼哥一问三不知 根本提供不了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就在本杰明正对这件案子发愁的时候 他的同事鸡贼叔给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说凶手已经抓到了 他们对自己所犯的罪行供人不讳 本杰明觉得事有蹊跷 于是便来到居留所核实情况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原来这两个外来移民是被驱打成招的 换句话来说 是鸡贼叔为了交差抓了两个戴罪的羔羊 本杰明怒不可遏 上去就打算跟鸡贼叔玩命 幸亏被旁边的人给劝开了 看着被害女孩莉莉安的照片 本杰明发誓要把这件案子查个水漏石出 他再次找到莉莉安的未婚夫大眼哥了解情况 并查看了莉莉安以前的照片 由于阿根廷没有死刑 因此即便真凶被抓到了 最多也就判个无期徒刑 本杰明在查看那些照片的时候 发现有一个叫大长脸的男人 在很多合影中都出现过 并且用一种崇拜的眼神看着莉莉安 大眼哥通过未婚妻莉莉安的通讯录 查到了大长脸家的电话 经过询问得知 大长脸目前正在布衣诺斯艾丽丝打工 随后本杰明和警察来到了大长脸打工的地点 得知大长脸昨晚上接了一个电话之后 人就不见了 本杰明向法官请求搜查大长脸老妈的家 或许能从大长脸和他老妈的通信中发现猫腻 但是被法官给拒绝了 因为法官觉得 本杰明仅从大长脸看莉莉安的眼神 就要申请搜查令 实在是太荒唐了 虽然法官不肯给本杰明搜查令 但这难不住本杰明 他找到自己的助手眼镜书 把自己准备私闯民宅的想法说了一遍 最终得到了眼镜书的支持 两人开车来到大长脸老妈的家门口 趁着老太太去菜市场买韭菜的机会 溜进了大长脸的老妈家 功夫不负有心人的 本杰明在抽屉里还真找到了大长脸写给他老妈的信 但这些信全都没有信封 因此也查不出大长脸的地址 两人正在屋里瞎雪末的时候 老太太牵着狗回来了 这条狗虽然个头不大 但勇气可嘉呀 追上去就打算把这俩不法之徒也咬死 但最终被本杰明一脚踹翻在地 本杰明和眼镜书私闯民宅这件事 很快就被法官大人给知道 原因是法官的一个朋友 在大长脸老妈的家门口看到了本杰明的车 法官说你多次把我的话当耳旁风 到底是谁给你的勇气呀 你到底还想不想干了 不想干现在就可以滚蛋 可以看出来这件事把法官老大可气的不轻了 最后在爱琳的斡旋下 法官才答应放本杰明一马 爱琳说我们是人不是神的 司法只能做到部分的公正而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公正 有些事情该放下就放下了 一天下午本杰明在车站意外的遇到了大眼哥 大眼哥说自己每周二和周四都会来这里 其他时间他会在其他的车站 他认为大长脸早晚有一天会在车站出现 听了大眼哥的话本杰明心里咯噔了一下 案子已经过去一年了 但这个重感情的男人从来没有放弃过 他那位已经被害的未婚妻莉莉安 始终占据着他的整个生活 本杰明把这件事告诉了爱琳 希望能重启莉莉安被害这件案 本杰明那位酒鬼助手眼镜叔 经过对大长脸那些信件的分析 终于发现了断倪 他认为之所以一直找不到大长脸 是因为方法不对 从那些信件中 他发现大长脸酷爱足球 一个人什么都可以改变 但事好是很难改变的 足球场里作物续席估计得有上万人 想在这么多人当中找到大长脸 无异于是大海捞针的 更何况谁也不能保证大长脸会来观看这场球赛 但我们不能过于较直 毕竟这只是一部电影而已 为了照顾剧情 本杰明和眼镜叔最终发现了大长脸的身影 但抓捕大长脸的过程并不顺利 两个整天坐办公室的大叔 在体力上明显不如年轻力壮的足球爱要者大长脸 最后还是在警犬的大力协助下 才把大长脸给抓住 审讯大长脸的过程出奇的艰难 刚开始大长脸醒了非常的无辜 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也是滴水不漏 就在本杰明一筹莫展的时候 爱琳走进了房间 爱琳发现大长脸一直盯着自己的领口看 于是马上就明白怎么回事 他认为大长脸就是一变态狂 如果不刺激一下 他是不会老老实招供 接下来爱琳开始对大长脸进行人格上的误误 故意说像大长脸这种弱鸡 根本不可能是凶手 虽然这变态狂通常都聪明过人 但弱点也是很明显 在爱琳的反复刺激下 大长脸终于上钩了 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 大长脸最终被判了无期徒刑 本来案子到这里基本就结束了 但没过多久 大眼哥居然在电视新闻上看到了大长脸 他急忙给本杰明打了一电话 本杰明一看果然是大长脸 转过天 爱琳和本杰明找到了释放大长脸的鸡贼叔 鸡贼叔曾在这件案子上犯过错误 当时和本杰明还差点打起来 后来这哥们因为这件事被贬戳到了一个小地方 鸡贼叔说自打大长脸一入狱就开始替政府工作了 他渗透到了反政府武装的队伍里 一直在为我们提供情报 鸡贼叔在爱琳和本杰明面前相当的嚣张 滔滔不绝 痛不兴刺乱飞 把本杰明损的是一文不值 很明显他对本杰明是一天二的一筹三将四海恨 爱琳和本杰明两人窝着火离开了鸡贼叔的办公室 他俩刚走进电梯 没想到大长脸突然走了进来 大长脸的这种行为再明显不过 一是炫耀二是威胁挑衅 可把爱琳吓得不清了 对于大长脸被释放这件事 本杰明在和大尔哥交谈的时候 明确表示自己也无能为力 虽然这个结果不是大尔哥想要的 但他依然还是对本杰明所做的一些表示的感谢 虽然这件案子让本杰明挺堵心 但俗话说失之动于收之丧于 爱琳向他表达了自己的爱意 说虽然自己已经订了婚了 但本杰明可以提出反对意见 两人还约好晚上在某咖啡馆进一步详谈 可就在这个时候 本杰明那位酒鬼助手眼镜叔在酒吧 因为琐事跟别人打起来 眼镜叔因为酗酒的问题 他老婆已经不让他回家了 本杰明没办法 只好把眼镜叔带回了自己家 随后本杰明来到了眼镜叔家 小只一里动之以轻 终于把眼镜叔的老婆给说服了 可当他俩回去接眼镜叔的时候 发现眼镜叔已经被杀了 凶手明显是冲着本杰明来的 眼镜叔只是点被刚好赶上 被凶手误认为是本杰明了 为了防止本杰明被暗算 爱琳强烈要求本杰明到外地躲一阵 两人在车站一一袭别 都有一种造物弄人的感觉 80年代追火车的场景再次浮现眼前 让人唏嘘不已 看完本杰明的手稿 爱琳对于本杰明描写的 他在车站奔跑的情节提出了异议 本杰明说这都是事实 爱琳说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带上玩 爱琳的这个问题就像一根标枪 直接插进了本杰明的心脏 这个直男错失了自己一生的真爱 既然是关于莉莉安被害的小说 那么当然要有一个结局 这个结局不仅要有大长脸 还要有大眼哥这两位容 虽然两人没能查出大长脸现在住在那 但却找到了大眼哥的住址 随后本杰明根据地址 找到了住在郊外的大眼哥 二十多年过去了 现在的大眼哥已久单身一个人 就像一只闲云野鹤 有点不吃人间烟火的意思 对于这位坚真不渝 重情重义的男人 除了敬重和仰慕 本杰明真的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好了 大眼哥虽然看上去老了不少 但气色还不错 应该早已经从阴影中走出来了 看着书架上莉莉安的照片 本杰明内心是五味杂陈的 看完本杰明的小说 大眼哥说都过去那么多年了 我都放下了 你还有什么放不下呢 我们必须往前看的 不能总停留在过去吗 本杰明说 你搬到这个穷乡僻壤 鸟不拉屎的地儿 是不是担心大长脸着急报仇啊 大眼哥说我才不怕他 本杰明说 没有莉莉安 你是怎么重新开始生活的呢 我还以为你撑不下去 况且大长脸 极有可能还在消耗法外 大眼哥说都过去二十五年了 我早就想开了 人的命天注定啊 有时候不认命是不行啊 本杰明说 这可不像您的为人啊 你曾在火车站蹲守了一年 就是为了活着大长脸 你对莉莉安能爱 我在任何人世上都不曾见到 你怎么可能会认命呢 大眼哥无言以对 打开门请本杰明出去 对于这个结局 本杰明显然非常的不满意 发誓只要大长脸还活着 他一定要将其生之一发 见本杰明一直不依不饶 大眼哥只好告诉本杰明 说自己已经把大长脸给杀了 但这个结局 本杰明依旧不满意 他总觉得大眼哥 对自己隐瞒了什么 于是他杀了个灰马枪 在大眼哥的一个破仓库里 本杰明看到了令他震惊的一幕 原来大长脸早就被大眼哥囚禁在这儿了 25年前 大眼哥就曾表达过自己的意愿 他不希望大长脸轻轻松松的死掉 他要让他生不如死 在大眼哥看来 既然大长脸背叛了无器徒刑 那么他就要服完他的刑期 这也是大眼哥的精神支柱 和重新开始生活的动力 深受感染的本杰明来到爱琳的办公室 勇敢的向自己的女神表达了爱意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惊 只要寄情还存在 世界永远充满 一旦左手摸右手 谁看谁都很无奈